是很多 很多就會都被影響 9號球最後是由周潔瑜再拿下 連下五局 現在是5比0領先來自美國的Emily Duddy 周潔瑜對上Emily Duddy的比賽 目前是5比0 只有大眼妹戰時五局的領先 周潔瑜在2009年還有2012年 就是去年兩度的拿下了冠軍 今年是要來挑戰個人第三次在這場賽事 拿下後冠 歷史上面曾經三度拿下賽事的球員 其實現在最多的當然還是這個 就是毀滅余公爵 對 Alison Fisher 五次的冠軍 當然現在這個紀錄要打破 的確是蠻困難的 另外 最多到目前為止 就是兩次的金嘉義還有周潔瑜 這兩個人都曾經兩次在這場賽事拿下過第一名 對 所以對周潔瑜來講是相當不簡單 最主要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越靠近新的年代的冠軍 是越然 對 沒錯 因為這個大陸選手的崛起 還有包括歐洲有一些 你看起來名不見經傳的一些青年的選手 甚至青少年選手 他們現在的球技是相當了得 像第一場對我們的小惠星賴惠山 那位俄羅斯的女生 好手 對 對 第一次來打我們安利北 你看 那個球鋒也是非常明快 現在在歐洲 我們的Sophie演藝術長 陳小姐 包括我們一些教練 帶隊去參加他們的 這所一些青少年比賽 都發現到 這個 譬如說 俄羅斯方面的 或是 波蘭 一些東歐 北歐國家一些 尤其東歐 非常 最近這幾年非常興起 這個我們的花式壯球運動 他們青少年打得非常非常的好 男女都打得非常好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每一年的安利北 可以說 越來越精彩 高手越來越多 是 好我們來場上來看一下 第六集的比賽 目前是周簡宇的出竿 好 做一個防守 這個母球沒有控制好 可能形成一個長距離的 一個槍死或者是一個打世界九的一個角度 看周簡宇可不可以在安利益智圓盃 來再度衛冕 那就是史上 這個第一位有三個 僅次於Alison Fisher 那當然我們 台灣有很多Alison Fisher的球迷 他們讓你期待 Alison Fisher 跟他們拿了 第六座 對 我真的是超級好朋友 從一開始都有參加 一直到現在 Fisher 只要由這個國內 舉辦這個安利卷盟 就參加 這個球他選擇打四九碰 打四九碰的目的 當然是希望能夠打代跑 不過實際上我覺得這個角度四九碰 你四號九碰打得非常非常的薄 他剛剛其實可以考慮一十二鳥 四號球打薄球有機會進底袋 然後 有可能一十二鳥 有可能是進四號 或四號沒進進九號 所以他打這個四九碰 我是認為比較不聰明的一個做法 好 這個球打進 應該難度不高 以他現在狀況 只是回去的時候 散得非常漂亮 這個球你也不能閃 右邊只能閃左邊做五八碰 打五戒八的話 五號球不太好 繼續做進攻 看起來後桿抬高 可能要做一個防守 好 繼續再做防守 好 母球頓推 這一次就打得非常漂亮 看起來應該是有掉球了 沒錯 成功的掉球 五號球 成功的掉球 五號球 這球其實可以考慮用短桿跳球耶 還是傑柯欣 對 他有帶短桿來耶 他今天的柯欣抓太長了 為什麼我們剛剛會講說 他可以考慮短桿跳球 因為短桿跳球有機會跳進 再者 就是他今天的柯欣抓太長了 你看這顆球也是跟之前 解 第四局解六號球一樣 他這就抓太長了 Avery他想法 稍微 對 我認為不夠積極 我認為不夠積極 這種是可以 跳球有機會進 現在大幅度的落後 還是用柯欣解球 今天已經是有兩次這樣的解球 出現犯規了 兩位的實力 當然 雖然大姨妹是優於 Emily好一些 但是Emily她如果說 抱著必輸的決心的話 那你分數 局數還是要想辦法 對 因為到後來搞不好會比這個 對 因為到時候大家勝場一樣的時候 就得局數 先比得局數 得局數 如果不夠的話 可能到時候就沒辦法晉級了 Emily在這一組 當然他只要表現好 都是誰都有機會晉級了 只是我們周潔瑜是超級強棒 所以他 萬一輸給周潔瑜也不會意外 九號球順利的拿下 在第六局的比賽 又靠著對方解球的犯規 周潔瑜停牌了6比0 在台北體育館進行的暗力一級 緣杯吃零女子花獅撞球公開賽 今年已經要進入到 就第十六個年頭了 周潔瑜目前是6比0的領先 對 周潔瑜從1998年開始舉辦 直到今年2013年 已經第十六年了 對 中間只有2003年的時候 我們說因為SARS所以停辦了一年 對 不過那一次的這個賽前記者會 見面會還有辦 還是有辦 對 但是後來因為 確實那時候的 就是說 大家還是緊張了 那就乾脆 就順意當時的一個 潮流 所以安利一級緣杯 安利公司對我們的女子撞球 甚至於我們包括一些 種子計畫 推廣了十幾年 真的是 我們台灣的撞球能夠 這麼蓬勃發展 他們真的是 絕對是功不可沒 那當然還有 這個 國內體育台 對我們撞球 國內體育 撞球的一個支持 也是我們撞球總會 還有包括我們愛撞球的 不管是選手也好 裁判也好 或是觀眾 大家都是非常的感謝 好 這個解球 簡單的解球 這個解球就沒有角度說 太短太長的問題 不過剛剛他兩次嚴重的一個失誤 尤其上一局的這個 五號球 我一致認為還是應該可以考慮跳球 那如果說你要進攻的話 可能後竿要稍微抬高 走回去 或許剛剛看到的部位 他只能打底帶 又怕母球攜帶的問題 所以乾脆後竿 乾脆拿短竿 可能要選擇進攻中袋 10秒 請進攻中袋 請進攻中袋 我們這場裁判曹長德 從0比0開始 這個在 執法的時候 講英文都非常標準 執法的部分 好 我們看一下 這球跳過打得不夠薄 形成了一個長距離的機會 給了Emily 曹長德 是我們的這場比賽裁判團 同時也是電腦工程師 所以我們這個裁判 是來自各行各業 我們還有英文老師 English teacher 那我應該要多跟英文老師接觸 不然我們的英文實在是很好笑 但是曹長德 我要跟他多接觸 因為我們的電腦也不好 我看這些裁判 我應該多跟我們相處 我才能夠有機會 增廣一些角色 這個球打得非常有水準 長距離母球頓拉往後退 兩顆球左右的一個距離 做到了三號球 那兩個方式 一個放輕功 一個是橫台兩顆星 下右賽 選擇橫台兩顆星 他這一個球 他的柔軟度不夠 然後再來他這個母球的點 不夠靠近 右上方 所以他這個回來的時候 比較靠近這個中帶口 導致於回來的角度 不理想 那這時候 要做防守比較好 這球型防守是比較 好 他要躲六號 其實Emily的概念不差 他的概念不算差 我覺得他今天打到現在 0比6 有好幾次的失誤 都是因為第一次上 個人判斷是第一次上電視 真的是緊張 周健魚現在要來解4號 解到不錯 力量怎麼樣 沒有掉到 不過是順利的解到 這球可以考慮做防守 這進攻難度有點高 灌球不好灌 保球太冒險 母球可以控制在 敲9號 好球 但是敲得不夠近 其實你看他的觀念不錯耶 他這個球去敲9號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利用9號球停住 然後再來如果說 待會兒有機會進攻的時候 他自己這個5號球比較好解決 所以他的觀念還不差 但是就是細膩度 或者是在一些 判斷上有時候會急招了一點 好 最後一個防守 打太薄 有沒有Lucky的Safe 剛剛他如果說 稍微抓厚一點的話 母球會往右邊多移一點的話 這個可以利用6號球 形成一個不錯的釣球 那現在這種情況 不曉得有沒有釣到 應該是可以直接打 對可以直接打 可以打到右邊嗎 再輕輕地跑球 回來 利用6號或8號 這角度還看不出來有沒有釣到 應該是沒釣到 那只是差別可不可以 薄鏡 我們看到畫面上上方那個底帶 或者是打帶跑 灌球 右上方底帶 都不行 他選擇只能打右邊 做一個防守 利用8號球 漂亮 現在對大眼面來講 6比0 心情一定是很輕鬆 有掉到 解球方式沒有解禁 應該也是形成了一個釣球 現場剛剛有聽到一個人掌聲 可能是給Emily加油 解球下足賽 然後解到稍微薄一點 然後劃開僵局 留下一個槍死球給Emily Emily要把握了 這邊把補漆給帶